是否很厚身 即是可以發到盡了 又很容易發到盡了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張光媽廚房 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 如何發花膠 花膠是甚麼 其實是中國四大古賓之一 包心刺濤的肚類 這是我的魚錶 當然魚體積大一點 魚錶當然是大 花膠是甚麼一種 經常食用花膠 令皮肝肉滑 適合在虛擬人士服用 又可以延患骨質退化 增強身體的免疫力 我買了一匙 分開兩包 我選擇花膠 花膠是很乾身的 聞一聞一聞 不會有腥臭味 那些會有腥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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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沒有了 看一看 裡面也要看一看 有時會有些花膠 會黏著一些啡紅色 粒粒粒的 那些是魚油脂 曬乾之前 處理得不太乾淨 就會黏在膠裏面 曬乾後 如果化得久 才用來溶化 煮了花膠 吃起來 浸油膩味 就不太好 冷花膠當然厚一點 當然好 價錢一定貴 好 我們現在介紹 如何發花膠 其實發花膠是各思各化 很多種發花膠的方法 一般我用這個方法 首先把花膠在水口 清洗一下泥塵 然後我會用一鍋水 要浸到花膠的高度 厚切的薑 你可以三四片 我這裡就沒有非常厚的一片 把它拔鬆了 四粒的紅蔥頭 也是拔鬆 有些人會用蔥 但我喜歡紅蔥頭的味道 比較香 乾蔥頭和薑 放進水裡 可以煮 煮六分鐘 用中大火 夠了 夠了 哇 很香 薑蔥味 先把中火 加入花膠 放進去 逐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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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吸 這樣放進水裡 才會坐低 稍後 軟了就會降低 開大火 煮回滾 白酒 加入白酒 加入2湯匙 紹興酒 有些酒香 坐進去 嘩 很香 先蓋上蓋子 把花膠放進去 是想在浸泡的過程中 可以吸收多些薑蔥的香味 滾上來 大約三秒 煮熟就可以了 好了 可以關火 不要打開 可以在滾水裡 一邊浸泡 浸泡到 整鍋水冷了 就先拿出來 清洗裡面 已經浸泡了8-9小時 花膠很有趣 當遇到熱水 它就會縮 慢慢冷 它就會發大 先把花膠放出來 嘩 好厲害 好大隻 你看 現在發到的 因為雙倍那麼長 看 好漂亮 好漂亮 選擇膠 就不要選擇 有些啡紅點 要不然 你洗上來 又要選擇 又要把它撕走 就有很多功夫要做 用來煲湯也可以 煲湯 買小一點 洗了第一個水 看得出去 裡面也很乾淨 穩妥起見 我們就把它打開邊 開出來 切開 順便看看裡面 乾不乾淨 才剪你自己需要的 尺寸 空貨就是這樣 浸到一倍 大 如果切開了一件 都需要放進冰箱裡 先放進冰箱裡 一個星期內 不然它會變壞 就浸到水 同時 每天都要換 不然它會變壞 就浪費了 這些 如果還未用到 可以 就這樣 把獨立包裝 放在保鮮袋裡 密封了之後 放進冰箱裡 不需要 給水 什麼都不用 都可以儲存到 有三個月 今天和大家分享 我怎樣去發花膠 其實發花膠也有很多種 和方法去發的 各師各法 知道大家有沒有 發花膠的心得 可以跟我交流一下 如果喜歡我今天介紹 記得按LIKE 訂閱我頻道 記得按訂閱 按訂閱 當我有心意出的時候 就會通知大家 我頻道裡面 也有很多 賀年菜式 還有賀年食品 還有一些糖水 家庭的小菜 都歡迎大家上海瀏覽一下 記得追蹤我的 Instagram 和Facebook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 下次見 拜拜